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兆基 郑玉彤 刘嘉玲 张晓慧 杨寿成 荣祖儿 谢霆锋 黎兹 吕良伟 还有泰国国王 印度尼西亚以前的总统苏哈托 都尊陈朗为座上宾 陈朗于2007年1月29日在养和医院病逝 享年78岁 那么陈朗老先生为什么能这么受富豪尊敬呢 请看陈朗与李嘉诚的故事 李嘉诚30岁的时候在香港开始经商做些小生意 有一天 李嘉诚与陈朗碰在一起 之后陈朗便跟他开玩笑说 你希望将来拥有多少财富你就满足了 李嘉诚先生告诉他 我能有三千万就很满足了 陈朗告诉他 你命里的财库不是平的 是慢出来的 你将来必定成为香港首富 陈伯与英皇老板杨寿成 1983年初 杨寿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伯 第一次相见 陈伯便语出惊人 说杨寿成会遇到困难 乃至破财之灾 此时 杨寿成不予违信 但事实证明 当年确实遇到香港金融动荡 利率高企 利息不断上涨 就连地产市场也是一落千丈 杨寿成的事业也因而破产 此节正好应验了陈伯的预言 回想当初杨寿成不得不对陈伯心声敬畏 当然 仅此一事 杨寿成认为或许是巧合 但1993年 杨寿成想开赌场 并且已经将牌照收为己有 杨寿成跟陈伯开起玩笑说 自己想开赌场 让陈伯给点建议 陈伯则断然回答 以后或许可以 现在肯定不行 杨寿成听后哈哈大笑 将签好的合同给陈伯看 陈伯愕然 但几分钟后 陈伯则坚定地说 你现在不适合做赌场的生意 现在这种机会肯定是不存在的 几日后 杨寿成接到了好朋友 何鸿燊先生的电话 何鸿燊知道杨寿成 已经得到赌场的牌照 而何鸿燊则特别想开设赌场 给出了很好的价钱 让杨寿成将牌照转让给他 经不起好朋友的再三的要求 杨寿成勉为欺难地 以原价将牌照转让给了何先生 杨寿成经此事 更加确信高人陈伯料事如神 杨寿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登高望重 众人调念 沙土来袭 陈伯病故 2003年 沙氏来势汹汹 杨寿成接到了电话 被告知陈伯在成都病倒了 严重不适在当地医院诊治 杨寿成飞到成都医院 差距较大 杨寿成最后花了34万 雇了一架国际医用专机 接陈伯从成都载往香港 住进高级私家病房 并立即请了明医诊治 第二天 李嘉诚也得到消息 赶来医院探望 当地知道杨寿成为陈伯做的一切 大赞杨寿成购义气 并主动承包了 陈伯高达数百万的医疗费 最后陈伯在医养医院病逝 享年78岁 从陈伯过去患病时 所得到的照顾 可以一亏 富豪们真的很尊重陈伯 陈先生也是对这些富豪 可敌国的富豪们 坦言了致富的姻缘和秘诀 陈朗先生临终疑讯 一 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 是因为你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二 其实你们这些有钱人 不是一生修来的福 都是多生累事行善积德 孝亲尊师 普济众生 才能有现在这些福 即财富地位 三 现在很多人走错路 想用些手段 诠释 或现代知识技术来赚钱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些都只是因 真正的还是自己要有因 要行善积德 孝亲尊师 普济众生才行 如果没有因 我也帮忙不上 四 我现在为什么要来香港 做三次手术 受尽痛苦 虽然我是好意 帮助你们改变了缘 让你们早点成功 可以多帮助些人 但这终究是违背了天道 还是要受上天惩罚 天自有他的道理 五 要成功 除了自己要有重福德 还要有好缘 我国人讲 和气生财 是几千年累积下来的智慧 待人要诚心正义 和颜悦色 才能结好人缘 以后就是这些人帮你成功的 千万不要财大气粗 心高气傲 这是会损福报的 《易经》中说 满招损 千受益 就是在说这事 六 做生意要走正路 自己有重福德 成功是早晚的问题 福重的后 缘自然就来得快 急不得 走正路 做生意正正当当 规规矩矩 也是在造福 立个好的榜样 让人学习 这种福 也不是几个亿 可以计算的 千万不要想走歪路 否则 福损得很快 命中 未来有几亿的福 走歪路 减损成几十亿 自己还以为成功了 没想到 将来要受 造恶的果报 实在得不偿失 七 现在世道很坏 大家为了求名 求利不择手段 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 没有圣贤教育 廉耻没有了 更不要说 仁义道德 你们这些人 如果想要 世世代代 保有 富贵 更重要的 还是要把 圣贤教育 给提倡起来 人人有廉耻 人祸就少了 人祸少 天灾 自然就减了 八 你们这些人的 影响力大 建些好学校 培养好老师 把这事 即圣贤教育 做起来 我国安定了 世界各地 自然就来学习 做这事 是种现在世上 最大的福 行最大的善 谁来做 谁就得利 世世代代 得大富贵 钱是每个人 都想要得到的 无论出于 什么样的原因 有一句话说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若想要得到钱财 需要懂得 钱财的因果 就像学习佛法 也要懂得 规律从可以 如果你想要 得到一个地方 但是你首先要知道 路线才可以到达 发财之因 因果这个词 不仅用于佛法 还可运用到 发财之路上 若想要发财 必须有发财的因 才会有发财的果 这个因 指的就是因德 把你的因德 转化成福报 将你做的善事 转成因德 因德就可以 转化成财富 之后 你才可以得到财富 广集福报 福报是最容易积累的 通过福报 也是最容易得到财富的 行善到达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才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 且行善不可以通过小聪明获得 有的人通过小聪明获得的福报和财富 是不会长久的 还有的人 通过算命来知晓自己 什么时候可以发财 这个是有为天意的 十方财富 钱财来源于四面八方 业力也来源于十方 要注意财富中有多少业力 若你把业力也一并传给了孩子 那就很不好了 我们不仅要获得财富 还要获得良性的福报 也不是获得眼前的财富 而是获得生生世世的财富 很多人也都在不施行善 还债 积德 但是效果却不明显 当你不施的时候 你的业力是否也不施出去了呢 若没有 那你的业力就越来越重 行善不施的时候 业力会随之出去 发心正确 业力就会消除得更多 钱财来源于四方 须归于四方 如此之道 方可拥有更多 最后再赠大家一首诗 钱财奥秘 天道规律 来于十方 归于尘土 不施行善 广及善德 发心正确 如法得财 懂得因果 钱财自来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